4月22日是广西民俗节日3月3 随着节日临近 广西民族服饰租赁行业订单大增 在3月3 换上漂亮的民族服饰 唱衫歌 抛袖球 吃五色糯米饭 成为广西人不可缺少的过节仪式感 从事服装租赁行业十年的戴梅 每年最忙的时候就是3月3 戴梅介绍 前来租赁服装的客人 看的最多的民族服装是壮族和苗族 现在租赁的话呢 这个还是比较好 大家都比较重视 所以的话客源也比较多一点 壮族是属于广西的一个最大的少数民族 所以壮族比较多 然后就是苗族 你看这个花边都是壮脊 腰带 还有我们裙子的这种花边 还有帽子 这些都是壮族元素在里面 在店内挑选民族服装的顾客梁依琪 要在情景剧刘三杰里饰演阿牛哥 他介绍 这是他第一次穿着民族服饰过3月3 他认为穿民族服装演出 可以在表演时更好地融入情景 也能更好地弘扬广西民俗文化 第一次穿着服装参加 以前更多的是搞一些民俗活动 比如说跳竹竿啊 爬袖球啊 今年搞一个情景剧吧 就我就饰演阿牛哥 壮族服饰以图案精美和色彩艳丽著称 男子服饰叫素 女子服饰则多姿多彩 为上小学的女儿挑选壮族服装的顾客王洋洋 告诉记者 他是山东人 此前在山东从未了解过广西的民俗文化 现在他在南宁定居 看着广西的民众 纷纷为3月3的节日挑选盛装 他也感到很开心 特别羡慕广西人 有这样一个三月三放假的机会 然后这时候我们能跟着孩子一起过这个节 心情也是非常激动 如果我们广西能够把这个壮族文化发扬光大的话 我觉得对广西 对我们全国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绣球非常漂亮 还有一些壮族的几何图形 特色食物就是母僧糯米饭 饭然后还有很多体育 比如跳竹杆舞 还有抛绣球等等 据了解 2023年壮族3月3八贵嘉年华活动 从4月21日开始 一直持续至5月22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广西壮族自治区将开展 9项重点活动和 贵风壮运农 民族体育炫 相约游广西 一网喜乐购 和谐在八贵等5大板块 共41个大类活动 全区3月3活动将达1000多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